6月8日為聖神降臨截前夕 李斌生主教於主教座堂主持薇薩 並為39位來自多個堂區的教友 私房見陣姓氏 主教在港道中指出 門徒當時雖然面對種種的困難 心中充滿恐懼 但當領受聖神後 變得勇敢並不再派任何困難 他認為聖神讓我們的心靈改變 主教有邀請教友苦心自問 有必一方面需要改變 他強調我們每一個人 無論任何時候都需要改進 每一個人我們都需要改好 無論是年紀多大 年紀多小 無論是做甚麼都要改進 尤其是當我們遇到現在這個時間 有這麼多困難有這麼多軟弱 問一問自己我的軟弱在哪裡 我的性格的缺乏性格是甚麼 我的漏襲是甚麼 我們每一天都要求聖神降臨 今天 今天來 不單止現在 我們每一天都要求聖神來 來我的心裡 改變我們 他也提醒教友 要以積極的態度 有一個年輕人說我的性格就是這樣 但是有一個聖人說 不是 這個不是說你的性格是這樣 根本是你缺乏性格 去缺乏性格 去改你的壞性格 最後他鼓勵領受堅鎮盛 聖士的教友 日後要堅負起教會覆存的責任 我們要求聖神降臨 我們要求聖神降臨 我們要求聖神降臨